二零一九年三月 意大利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 時任總理孔蒂和中俄國家主席 習近平見證簽署儀式 意大利也成為第一個支持 一帶一路倡議的七大工業國成員 為了淡化外界憂慮 時任意大利副總理迪馬尤 在簽約後出面解釋 而彭博社二十號一篇報導指出 來自羅馬的意大利工業部官員 最近在臺北一場會議上 提起要與臺灣加強半導體出口合作計畫 並暗示可能有意願退出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但意大利官員表示 由於是在私下談話題集 因此不公開姓名 歐盟近期才針對晶片法案協商達成共識 預計將投入430億歐元 台幣超過1.4兆 希望打造歐洲晶片供應鏈 降低對亞洲晶片依賴或吸引外資 至於義大利是否真的可能脫離一帶一路倡議 消息人士表示仍需要義大利總理梅洛尼 做出最後決定 華視新聞流入影編移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